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律师苏嘉宏 苏律师 宏益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恭喜苏律师 他脚已经好了八成了 而且这个大麦 对对对 但是他只关心他的书 我只关心他的书 苏律师的书我看过 真的写得很不错 很实用 好 另外呢 邀请到的是这个眼科医师 黄佑嘉宏医师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这个两性专家 颜冰心 大家好 好 另外是两性作家 辛西亚 嗨 大家好 我是辛西亚 还有室内设计师 钱毅 杰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五位 我们今天主题是 原配要的宝藏 这个有两则新闻 那两则新闻 案例都是老公外遇 然后原配 心死要求去的故事 第一个新闻 是在台北市餐饮界声明很显赫的 浪漫一生西餐厅 在另外一家叫做鸿勘港式饮茶 两家知名餐厅的老板 被老婆控诉 在外面包养酒店小姐 还有餐厅的勤师 对 有弹琴嘛 有弹琴 对对对 勤师 甚至于生下的私生子 让他结婚四十几年的太太崩溃 上法院提出离婚的诉讼 重点就是 命一世人 财产请求夫妻 剩余财产分配 好 那详细的状况 我们请西西亚跟大家说 我跟大家来爬树一下 这整个故事 就是这个1978年的时候 这一位蔡姓的餐厅大亨 那个时候其实他还不是大亨 他在1978年的时候 跟他的原配结婚了 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白手起家 便手知足 就先弄了一个铁工厂 铁工厂赚钱了以后 于是就把这个钱 开始去投资房地产 房地产的话 就开始就想说 那我们就来开餐厅好了 那这个时候就爆发 第一件事情的婚外情 就是说在1991年的时候 这个蔡姓的蔡先生 他就跟一位赖姓的小三搞在一起 那搞在一起 大家都以为想说 应该就只是敬花水月 不是哦 他把这个赖姓小三 就是把他接到自己名下的房子 住了起来 而且两个人有了私生子 私生子之外呢 他竟然还领养了这个私生子 等于说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了 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时候 有放进自己家的户口 对啦 他就是把他当作是 真的是自己的小孩子 要是 因为他不知道 这样子太开心了 这个时候老婆知道了 老婆知道的时候 第一回老公是有悔意 他是就想说 好吧那不然的话被发现 东窗事发 你觉得要怎么样 怎么补偿 怎么补偿 给钱 钱来补偿 这个时候呢 就有钱了 对啊 你可以再赚 钱少 是不是 好 那老公他的方法就是说 那这样子好了 他跟老婆商量是说 我把这个西餐厅下面的这个房产 抵押给银行 然后借贷款出来 借了一千四百万 我就给予了这个老婆当作赔偿 好 那没有想到呢 都给了一千四百万 老公的玩心还是不减 我就在想说可能是 餐厅可能是真的赚蛮大的 于是呢 这个时候呢 老公就开始变本加厉 他开始包养了很多 各式各样的女生 包养来 情师 餐厅的情师有 会计有 去玩酒店 酒店小姐也有 而且他有他的惯用手法 他的手法呢 都是他看到心仪的对象呢 就想说来来 来我的公司来上班 上班了以后呢 给你一个虚伪的头衔 然后包养的费用呢 就当作是 因为你是我的员工嘛 当作是薪资 汇到你的账户 这样的话就可以掩人耳目啊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他的手法 那这个时候呢 当中呢 有的小三是 布伦恋长达二十年喔 二十年的话呢 简直他又在自己的名下 又有房子 又把这个 二十年的布伦恋的小三 又接回自己名下的房子 去养 去照顾 简直就是亲门踏户 好 那就是很过分 这个时候其实原陪他病 还没有说要离婚 你是据述事实 但是你有情绪喔 对 很激动 我觉得很夸张 让他继续听下去听我说 好不好 他刚才说到酒店 还指了我一下 我要反驳一下 对 不要指我这里 好 你只是玩 你不会把小姐带回家 我们没有那么多房子 好 OK 好 那接下来事情 演变到了2018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老公呢 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嘛 我觉得儿子的心 好像为了钱 都是向着爸爸的 他这个爸爸呢 就跟他两个儿子讲说 我是觉得 我们应该来密谋一下 因为呢 女儿迟早要嫁出去嘛 你妈 其实你妈跟你的恩情 其实钱 老实讲爸爸还是继续有赚钱 他竟然密谋他两个儿子说 我们来想个办法 伪造文书 偷盗公司的这个印章 把妈妈跟你姐姐还是妹妹 反正就是把妈妈跟女儿的股权 踢出去 踢出去的话呢 简直就是恩断义绝嘛 那两个儿子也答应了 因为有钱拿嘛 干嘛不好 背叛妈妈没关系啊 反正我有钱拿就好了 好 201 好 那2019年的时候呢 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正巧 什么叫冤家路窄 你看妇女就变成冤家 那女儿呢 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医院 要挂号看病 这个时候呢 竟然在电梯的时候 去发现 她的爸爸 正好手中抱着一个新生儿 旁边牵着一个妙龄女子 然后就想说 那不是我爸吗 于是呢 女儿立刻就追上前去说 爸爸那个新生儿 眼看就是你跟小三的新生儿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爸爸就恼羞成怒 因为大家就开始拉拉扯扯嘛 就开始骂说怎么样 爸爸竟然呢 就是当众的 注目睽睽之下呢 就开始就是打他女儿 打他 对 然后大家就是拉拉扯扯 打他女儿这样子 然后呢 就跟这个谢姓小三呢 就是就离开了现场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妈妈传到妈妈的儿里 天哪 你小三本来是 之前是赖姓小三 1991年 我想说事情也 应该告辞一段落 没想到到2019年 又一个谢姓小三 而且又有另外一个新生儿 这就小四了嘛 对不对 也不止我 你看赖小姐 餐厅勤师 会计酒店 叶小姐 谢小姐 对 不都到小 四五六 六个 六斤九五 很多了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妈妈完全切心 开始就是要离婚 那离婚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要先去 不再请那个 苏律师我们来解答 就是他就是要清算 夫妻的财产嘛 发现财产的差 你直接去问苏律师 啊我呢 也是喔 也是喔 先问郑大哥 先问郑大哥 然后再问我 对 总有个仲介吧 对 对 没有错 可是这个新闻的重点 到现在 我有危机感 就是说 他们夫妻的这个差额 差了八亿之多 八亿之多 那照理来讲是 老婆可以分一半走嘛 可是没想到 那个法官在裁定的时候 他是说 他是说裁判费沉重 所以先请求五千万给原配 这个地方可能就要请律师解答 因为我不太懂 什么叫裁判费沉重 好 苏律师 容我转述一下 感谢 感谢 我还振愁有点听不太懂 他太激动了 谢谢你 老小弟一命 好 这个 他说裁判费负担沉重 所以 准宇先一部分 请求财产差额五千万 当然这个实在看不太懂 到底裁判费有多重 然后为什么先是五千万 等一下请教 好不好 好 来 先休息一下